15年的古董商人挨刀了,真的凉了吗? 最近还装价格都有一定涨幅,只因古董商人被大改了 今天大大王说一下古董商人适不适合牟利,以及他的新规则 故事便从这里开始了 古董商人仍然在国境的2020-188-230-300-113这三个地点刷新 仍然沿着图上的路线行走 修改后与宝石商人刷新规则相同 以还装为例,最低价是23.6万 每次购买价格都会上涨100两左右 每半小时刷新一次,会降低5000-1万之间 新增加一个投缘赠送功能 说白就是给双份装备 以10级的古董评估为例,给双份的几率在7%左右 就是买15个装备会出现一次双份 每次消耗活力为固定的40点 从表面上来看,23.6万这个价格确实很贵 会送50-80级中随机一个还装 但实际的效果却出乎意料 购买第一车时,居然12个80环 没有一个50环 貌似发现了一个新大路 但通过多次购买发现我错了 一车环的均比例是6个80环 10个60环 70环和50环各两个 以商人售价为例 80环为42万就是252万 60环为17万就是170万 70环为10万就是20万 50环扔了 一车还装价值约442万 而从古董商人处购买还装花费约450万 正常玩家购买是不会有损失的 其实损失的就是商人的利润 官方这波操作是真的精 通过古董商人加口袋版几率的按条 就可以调控还装的价格走势 如果是自己跑还用 不用去商会买了 直接去古董商人处刷就可以 你觉得呢 谢谢大家